职工的身影 大家都在为玉佛典礼做准备 为了让空荡的体育场能够展现庄严的氛围 即使时间紧迫 职工们依然对每个筹备工作严格把关 如果一个人擦出两盆到三盆 当然会比较快完成 但是它的美感就不一样 所以有些人是擦叶子 有一些人是擦花 完成一样的花 全部呈现出来将是一致庄严 而且是美的 要把超过两千颗地标标上也是个挑战 土地也是蛮硬的 很多看到师姐们都要很用力地压铁下去 其实蛮辛苦的 可是大家都做得很欢喜 大约4800人在34位法师的带领下进行庄严的玉佛仪式 当地政要 宗教人士都参与其中 透过这些仪式 大家就比较容易可以说投入 对佛陀生起那一种敬仰 与佛仪式进行道一半 下起雨来 职工们穿起雨衣 队形依旧恭敬心不解 此季照顾护卓干 在女儿的陪同下 第一次参与玉佛 虽然这一趟路很波折 雨水过后 大家的心念是更加坚定 对爱西文